其實我這一趟會打算出國來打疫苗是因為 嗨!我現在在關島 你看後面有這個關島的字樣 這家店超可愛的 色彩超級餅粉 所以來到這邊就可以吃個漢堡 然後喝杯很可愛的飲料 在這邊拍拍網美照喔 我們現在來到採檢的地方 因為現在要回家 那邊都要做步驟 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後面面具的診所很方便 終於來到海邊沙灘走一走了 太棒了 太陽出來了 這邊有一棵很漂亮的樹 可以開出異國風情的照片 你要不要躺上去看看 到了打疫苗的地方 這是一般的民眾都可以來打的地方 打疫苗了還是有一點莫名的見證 現在報到囉 打疫苗了 打疫苗了 我現在都要緊張多過於 恐 最近呢終於完成了 第一季喵 我們來到飯店了 現在準備要昏迷 目前為止也都很OK 除了頭有一點混混的 但是好像酒醉的感覺 其他呢都還好 今天要回台灣了 但是呢 天氣超好的 不哭 我居然來到關小 都沒有下水 經歷了一番波折 我們終於來到防疫館了 這裡呢有健康監測表 記錄每天的狀況 然後呢還有給你溫度計 如果你是之後有想要出國打疫苗的 其實現在政府都管控的蠻嚴格的 比如說我們出國前就要PCR採檢 然後回國前也要PCR採檢 那到了機場以後 還要做拖曳檢測 那我們在防疫儒館呢 答應十四天自我檢測了以後呢 最後再做一次PCR採檢 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其實我這一趟會打算出國來打疫苗 是因為之後很快我的戲就要開拍了 那所有工作人員都可以戴著口罩 但是呢因為我們表演者 是沒有辦法戴著口罩工作的 所以呢為了要自我保護 也要保護我的家人 那我也不知道台灣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所以我就選擇了先出國去打疫苗